早上好 新的一天叫醒我的不是闹钟 是阳光 起床 决定起床意味着你要干很多事 如果不想的话 我教你个办法 很神奇吧 我已经完成了所有的事情 然而更恐怖的事情 正在等着我 其实此时内心是崩溃的 但是众手都知 众手都知我是酷盖 我哭了 但没完全哭 分享一下干啥人的早餐 摆好食物 给我说 当一个人饿的时候 果然 我不是说饭不好吃的一样 非常不错 我还是展示怎么认垃圾吧 扔完垃圾就要开始 最痛苦的一个工作 这时候要再次展示我的超能力了 哈哈 如果每次都能这么快 我能少流多少眼泪 有个成语叫什么 费情话事 说的就是我 现在已经12点39分了 到了吃午饭的时间 来吧 带个魔术 刷 让我们看看 有什么 你们小专门就是慢慢说张嘴 然后火车进山洞了 我觉得人生建议吧 可以自己吃饭的时候试着自言自语一下 也是蛮寒的 这个时间本应该是我午睡的时间 但是当我关了灯 发现并没有什么区别的时候 我放弃了 你们可能会问我为什么不拉窗呢 可能这段距离对于他来说是一个难以跨越的坎儿 可以理解 到我最喜欢的环节了 莫变 以上就是我的一天了 隔离生活也没有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 自己也是第一次尝试拍这样子的记录视频 拍的不好 请大家多多包涵 谢谢大家的观看 勇气我们下次再见